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110年花莲县县长杯中小学联合运动会田径锦标赛 4号的上午是热闹的登场 而被视为花莲县备战今年4月份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重要赛事 花莲县从南到北多所高中、国中、小学的选手参赛 同时也争取全中运花莲县的代表权 由花莲县体育会田径委员会举行的110年 花莲县县县长杯中小学联运继全中运选拔田径锦标赛开幕典礼 4日上午热闹举行 花莲县南到北多所国高中小学的选手参赛 同时争取今年在云林县举办的全中运花莲代表权 以运动带动观光休闲 也培养全国的人才 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赛场上比的安心 勇于挑战挑战自我 那在赛后能够注意安全 以及赶快把自己的体能再回复 当我们明年第一全中运的场馆 建设完毕之后 变成一个非常完善 经过田径协会认证的场地之后 也能够争取东部唯一 东部唯一 经过协会认证的全国 全国性的田径锦标赛 像我们所知道的新北市的青年杯 还有高雄市的港督杯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我们花联 也有一个可能会是叫做 太平洋杯的全国性的杯赛 经过协会认证 这些都是我们在争取当中 花联县继成功申办 109年全民运动会之后 再度取得111年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主办权 也取取未来原住民运动会 能在花联举行 欢迎所有关心田径运动发展的民众 前往花联先例田径场 为参赛选手教练裁判 及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接着让邦夜华联士报导